文綺 那是三個次跟你通過5號出來的那個 那這一間房間是你 是你睡的嗎 我跟我太太 你跟你太太睡的 OK 好 大概五到六年左右時間 五到六年 是 你的格局跟樓下那一間是一樣的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爸爸雖然已經退休了 可是他仍然有在投資的話 我只提供了就是我們家的那個 格局圖 他卻從中可以得知我的家人的狀況 跟我本身自身的狀況 我覺得這是蠻不可思議的一些事情 你住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人 基本上會有所謂的口舌是非 然後官司訴訟 因為他是官府局 住在這種局的人 基本上你如果是做生意 你生意做越大 你會越多 然後再來 你只要住在這邊 基本上在身體的部分 呼吸道是最大的 被傷到的地方 就是這一間的局 傷到的部分 他就是呼吸道 看風水 看風水 不管是看現場 或者是繪圖論斷 那麼老師其實跟外面你 你所想像的這種看風水的模式 最大的不同是在 老師不會去跟你講一些專有名詞 也不會去跟你談到一些所謂的過程 所謂的過程就是說 那個 你這邊可能有一個什麼煞 壁刀煞也好啦 什麼這個什麼藥罐煞 所以你們家 比較容易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這種都是怎樣 太空泛了 太空泛了 那基本上老師會很明確的告訴你 譬如說你畫了這張圖 或者是老師在現場的時候 老師會告訴你 你住在這邊 譬如說你住了五年 或者是住了十年 那這十年的當中 你在哪一年 甚至是哪一個月 那你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譬如說這個虧錢 或者是這個遇到官司 或者是這個身體出的狀況 住院 或者是跟另外一半離婚等等之類的 這些狀況 老師會一一很明確的給你點出來 那點出來了之後 接下來你可以自己去印證 因為這些都是過去 你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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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